廣東人的不時不時 不單是養賴水土的貴鎮 更依靠著自己的智慧創造 秋風喜吃辣味 是老廣耳熟能長的口頭禪 無論是喜歡傳統風味的老食客 還是喜歡常新的新人類 都可以在品種豐富的 辣味世界裡得到滿足 蠟味最經典的吃法 就是廣式蠟味飯 煲到精型剔透的油脂 層層滲透到飽滿的米粒裡面 咬一口 濃郁的肉汁在嘴裡熱騰騰地爆開 香味撲鼻 而廣式蠟味中最有名的 就是蠟腸了 一到十月, 女親善也要和爸爸一起 去到賽市場 正跳細選, 製作臘腸的原料 前者, 不要, 要下腿 要前者不要 是 夠了, 沒了 沒了, 就黏黏茶頭, 這樣是最好的 你這麼會看 不是, 這裡… 東莞高部蟻仔長臘腸的 第四代傳人, 呂親善 中山大學外, 要是碩士研究生畢業 剛剛畢業的時候 和人合夥開了一間快遞公司 年收入兩百多萬 但是因為爸爸的身體狀況 2007年, 呂親善 選擇接手家族的臘腸生意 開始有點無奈, 有點友誼 後來做這份工作 就發覺興趣非常大 三、四小時內做完就最好了 盡快入路 呂親善堅持古法製作 通過清朝的美美求真一書 女親善知道 古人在做臘味的時候 會加入一些塵皮 她覺得食材的搭配試驗 是讓食物充滿奧妙的保障 而美美的背後需要的 就是時間 最後決定是用十五年的塵皮 結果做出來的香味非常濃 肉按照肥瘦比例混合 加入精選的塵皮 醬汁、醬汁和醬油, 充分攪拌 再灌入腸衣, 就是臘腸的錯型 這個程序是扎針 然後方便在整個晾賽的過程中 透氣和排風 因為我們是矮仔腸衣 短小粗狀而出名的 我們將它擺成大概四五公分一折 我們用一百斤豬肉 最後做出來只有六成多的臘腸 廣式臘腸俗稱蜂腸 引其製作講求豐熱而得名 做好的腸 要先烤兩天 烘乾當中百分之三十的水分 這個屬於規模生產 如何在標準化下 不喪失傳統風味 是呂襯蟬所重視的 做臘腸前面的六十個小時 是至關重要的 這些臘腸進了爐有六、七個小時 現在需要鑽腸, 由尾調回頭 做臘腸的調料中 最重要的就是豉油 呂襯蟬聽說曾成有家手工豉油廠 光是晾晾就超過半年 可以激發臘腸的鮮味 於是他就登門拜訪 這個已經曬足了一百八十天 如果現在粗的話是頭臭的 那你試一下這個產品的味道吧 好 很濃的吃香味 氨基酸泰淡脂大概有多少 有1.0以上 每次有了新產品 呂振蟬一定會找朋友過來試吃 希望大家的熱愛和挑剔 可以對產品改良帶來幫助 對, 放在鑽腸上, 讓它一爆的時候 感覺是在口腔、齒吉、味蕾 都受到飽和的刺激 這個才是吃鑽腸的, 主要的原因 爆的感覺 傳統美味的背後 既考驗天賦, 亦檢驗耐盛 呂振蟬希望此生 將做好吃的廣式臘腸這件事 做到極致 呂振翔傳承到我這裡 已經有一百多年的歷史了 我正在努力讓世界上更多的人 品嘗到這種既傳統又美味的食品 對, 只有一百多年 對, 一百多年